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们家园 欢迎收看1月12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清水地区的国庆里田辽里还有五路里 过去十多年来自来水普及率相当低 多数里民只能抽取地下水使用相当不方便 为了要解决地方长期的用水问题 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特别向中央争取将近1亿元的预算 希望可以协助三个里总共260多户的居民 能有干净安全的水使用 扭开水龙头 民众用来清洗锅具甚至是饮用的水 其实都不是自来水 居住在清水区国庆里五路里还有田辽里的民众 过去十多年来自来水普及率相当低 多数里民只能抽取地下水使用相当不方便 现在有检查就是说我们水水有在变质 由于过去我们国庆里大家里面的健康 还有我们所吃的水每天都要吃 吃的肉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为我们国庆里的理念来 精出一些健康 还有大家的健康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发展迅速 担心抽取出的地下水源会影响身体健康 十多民众还会另外加装检疫的过于设备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为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也特别向中央争取将近1亿元的预算 要为民众装设自来水管线 现在有些工丁农药的污染 现在就是大家跟2丁配合 今天要用自来治理 顾到大家的健康 我们从中央来争取干管的预算 林嘉隆林市长也很关心他配合了入修的费用 所以这次三里差不多有1亿元的预算 我们将这三里的自来水做提款 特别是在国性里和乌鲁里 整好之后差不多有7成的普及率 自来水公司也表示 接下来也将持续与三个里 总共有260多户的民众 协调后续的自来水管线铺设施仪 预计在两个月后就能够顺利发包动工 解决地方长期的用水问题 记者圣伯瀚还中层报道